接下来关心钓鱼台的问题 新闻蔡文艺跟林月贤兼协同投诚正代等人召开了记者会 抗议日本长期纯新大学副教授石景旺发表钓鱼台属于日本的言论 所以他们特别发起了一人以信就钓鱼台的活动 捍卫台湾主权 抗议日人不持言论 维护中华民国主权 先议员蔡文艺指出钓鱼台的土地在民国93年被划为我国领土 而且还有地级编号 可是日本长期纯新大学副教授石景旺 却在日前发表言论 表示钓鱼台是日本领土 所以今天特别协同投诚正名代表 共同召开记者会表达抗议 便发起一人以信就钓鱼台的活动 捍卫台湾的主权 让日本知道台湾人中华民国的每一个国民 对于钓鱼桃 是非常希望他回到中华民国的怀抱 所以我们今天宜兰县议会 跟投诚正名代表会副主席 以及所有代表 发起一人以信 抗议日本不实言论的活动 希望台湾全民 更希望全世界都了解 台湾人民有这个心声 明天早上10点 在投诚的城隍庙 我们更发起了解钓鱼岛 了解钓鱼岛的历史史末 让人民知道钓鱼岛 确确实实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主权 第六次临时会的临时动议的提案 提案通过说 请县政府与总统大选过后 邀请马总统 新任总统当选人及本会议员 前往钓鱼台升国旗 献旗 及悬挂门牌 以掌卸政府捍卫国土 及宣示主权之决心 结果办法就是 请县政府采纳办理 议会全数通过 所以由此可见 县长林冲贤 他虽然是民进党籍的 但是他也认同说 钓鱼台确实是属于 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省 宜安县 投城这个县辖区 此外明天早上十点 县议员蔡文艺 也会号召渝权人士 在投城城王庙前集结 召开了解钓鱼台 事实的说明会 向相亲说明事情的真相 同时他也希望 日方可以尊重这项史实 让钓鱼台早日回归中华民国 依赖人新闻记者 赖福星采访报道